初二回洋家 记得和妈妈一起收看 媳妇的美好时代 当人家媳妇 一定得管住男人的心 管心 管 管心管位 管手管条 还管钱包 你们谁管钱 谁就是玩家 中天娱乐台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点 媳妇的美好时代 午餐时间你吃什么呢 来碗虱目鱼羹 不过台南雪角的虱目鱼 又非常有名 现在吃别了 外销中国大陆成绩 不如一期 有人认为呢 是因为虱目鱼的狮这个字 跟这个狮子的狮很像 这个提出改名字 来冲销亮亮的这个想法 建议呢 用英文翻译呢 牛奶鱼跟乳鱼来替代 不过一种鱼 这么多种名字 让婆婆妈妈 现在说真的是无萨萨 无论是Q弹散口的虱目鱼丸 或是了多未先的虱目鱼粥 扎实的鱼肉 让台南雪角的虱目鱼 不管到哪儿都卖得狭狭叫 只不过想往大陆的成绩 就是不如预期 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虱目鱼的狮 容易让人联想到狮子 才会影响买气 说这名字不好听 是要买啦 听久就好听 卖鱼的买鱼的吃鱼的 对于虱目鱼该怎么叫 大家都很随性 但其实虱目鱼也很国际化 除了有英文名字 也能音译成牛奶鱼或乳鱼 在历史上也有国性鱼之称 首坡在上海贩卖时 还主打台湾第一鱼 名字一锣筐 两个鱼名大不同 其实国内贯称的虱目鱼 也是从台语翻译成国语 像鱼也可以被称作 金枪鱼或吞拿鱼 鱼松在当地就是金枪鱼松 虱目鱼为了开拓市场 传出改名冲销量的声浪 但对于消费者而言 改名字也只是换汤不换药 鱼肉休克喝假才重要啊 专讯人赖管章 SNG小组台南报道